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公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好的,第一局是公孙渊,驻对尔菊花 其实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因为公孙渊的技能就是获得别人的牌啊 是不是啊,对于牌少的人 这么七一整八一整菊花就露出来了 咱们趁乱的话读一下这个技能 毕竟新武将,怀意 就是怀念王毅,对不对 怀意,出牌阶段,现一次 展示所有手牌,若不为同一种颜色 则你气质其中一种颜色的所有手牌 然后选择至多插名角色 获得这些角色的各一张牌 插为你以词法气质的手牌数 若你以词法获得至少两张牌 则他要留失一点体力 比如说用这种方法 获得一张牌就不用留失体力 获得二张或者三张 或者更多就要留失体力 好的,那么咱们怀着对王毅的怀念之情 看能不能打出什么样的效果啊 那么孙权也是直截了当的挑了一个反贼 那么陆神匠的话 一个中中生有一个顺手牵羊 就跟这个孙权背干起来了 那么我们发动技能要求用两种颜色的手牌 在出牌阶段内使用 不一定要出牌阶段刚开始就用 你可以先用一部分牌 然后展示一下 弃掉一种所有颜色的 这个地方咱们是吧 改用用弃一张黑 然后获得省加仪 对不对 可以获得装备啊 如果说获得两张或者更多的牌 我们就要流失体力了啊 在最开始局势那个获得别人的牌 重要性不是太高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所的只获得一张 然后搞一些装备牌来 是吧 先把自己武装起来 装备有助于武装自己啊 所以说咱们是直接获得了 他的省加仪 挺好的 省加仪挺好的 当然有些时候该是时候帮戴尔爆发一波啊 或者是那个控控场的时候 那就要获得最多的牌都有可能啊 那么先提前思考一下 现在有哪些值得拿的 主攻的最后一张牌 还有陆神的青钢剑 是比较推荐的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拿了张辽和那个主攻 主攻的最后一张牌拿了 但这个青钢剑啊 其实现在也就只能打神拳 他本来就是几火神拳 你拿不拿他都打神拳 所以说是吧 控手牌挺好的 防爆 防爆啊 防爆 那么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提前预读啊 提前预读 你要干什么事 是不是啊 也还要注意 咱们是出牌阶段 一个空闲点就可以发动啊 没有说一开始就发动 是不是啊 你比如说我黑牌比较多 但是我想弃黑牌 然后又不想获得那么多敌人的牌 我可以先用一用黑牌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直接获得 直接获得两张吧 也不怂 对不对 控控牌嘛 是吧 牌控的多了 他们就流逼不起来了 咱们相当于是一个控场流 这个控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并且发动条件没那么苛刻 只要我们出牌阶段 当然被热的肯定就没有出牌阶段 只要出牌阶段 有两种颜色的牌 就是说既有红也有黑 咱就可以发动技能 好 看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开个五股风灯 哎 这一下我估计 他可能要搞三张了呦 刚才也有可能熟一下不搞三张 搞一张不用流失体力 搞一张不用流失体力 搞三张还要流失体力 然后你说张聊的一张牌不是那么重要 那个也没有看到太重要的想控的牌 场上越多越比较重要的牌 你的价值越高 你比如说那个很难拿掉的那种装备 是吧 比如说甲曲维木的装备 或者说非常值钱的怪师服 这种情况 我们如果能把这些牌拿掉 很爽 哎 菊花出来了啊 菊花出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主持没有牌 我们争取摸一 哎 五五风灯来了的话 那成功记得拿杀 对对对对 拿杀 然后主攻的这一张牌 我们就很有价值了啊 把他给拿掉 那么这个地方咱们可以这个 想拿三张牌啊 想拿三张牌就先拿 然后再出 如果你本身不想拿这么多 你又想弃红牌 你就先可以把红杀给用了 知道吧 反正就是技能的时机要搞清楚 就你出着出着 然后再去扒牌都可以的啊 出着出着再去扒牌都可以 你不用说一开始就扒牌 或者怎样怎样 当然这个咱肯定是把主攻的伞扒掉 然后再杀他 然后也同时配合一个菊花刀啊 那么这一局其实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从第一回合开始就搞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装备 沈嘉宜这些牌 从真的是从第一回合开始啊 那后续的话也是多多少少都有破坏性的发挥啊 破坏别人呢 就相当于是造福对人啊 那最后一局也是 是吧 配合菊花刀了 对不对 一想到有一些能搞牌的人就首先想到那个菊花刀 结果他就真爆了 包括最近的新武将孙修 都跟菊花刀有缘的啊 你孙修这个燕珠八牌也跟菊花刀有缘的啊 那么张辽的话挑一个反贼 那么问题来了 反贼有必要选戒张辽吗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说图猪后期想边偷边摸 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打非常稳定的 直接每次都偷 这不多好 对不对 多好 那这也是一个反贼 那么我们是一个大内奸啊 开局这个牌还是不错的 作为内奸有这种半个余神的防御 有这种控场的刀 有些时候我们如果要想控场的话 还得依赖于刀的 如果没有刀也控不起来 哎呀 这是直接趁你不在要你 你也没人救呀 就这么愉快的倒下了 就这么愉快的倒下了 那么我们顺手 这个地方啊 在我们眼里啊 在我们眼里其实 别人都是反贼了 别人都是反贼了 这个地方控一控貂蝉挺好的 貂蝉再这么一动的话 反贼本来人就多 然后又强将 他再动的话不得了啊 他不得了 所以不要让他动了 争取 他说那你不可能一辈子翻面啊 争取第二次 在他行动之间把他搞死 哎呀 妈呀 这许胖子姐直接这么乖乖了 那你必须数战数绝了啊 时间拖久了 绝对大不赢 他们有四个人 数战数绝 重处杀 是吧 来锦囊啊 或者啥之类的 更容易搞死他们 对不对 以搞死他为己任了啊 这个地方他终于死掉了啊 终于死掉了 好的 这个挺好的 这个挺好的 那么保持比较高的血线 也不太低 也不太高 是吧 三血 是吧 舍不得丢刀的啊 不要这么早就丢刀 那你丢刀以后 万一这个貂蝉一死 你丢刀的话 就只能搞巡域了 对不对 千秋万载 一同江山 直接激活他了啊 这个地方是激活巡域了啊 所以说就是看着谁 可能搞死谁 咱们就想办法 对不对 要不然你即使说 你搞死了貂蝉 其实对面还有三个啊 对面还有三个 不跟你打慢速 对不对 就跟你拼命 跟你玩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咱们建议啊 有一种情况是 谁好搞搞谁 另一种情况就是 牛下好搞的到后来搞 其实啊 你这个时候也可以趁着技能强大 刀比较多 可以去压张疗的血线啊 但这个地方进主内反反 就传说动力两个打两个的情况下 咱们看能不能抢人头啊 能抢人头进后期要好一点 好 神牌 神牌啊 这个牛牌都比较神的啊 这关键型的过猜 因为已经到后期了 可能有些人就是一张牌 就很半成 关键型的过猜 还有神男牌 内奸牌啊 神男牌 哎呀 张疗就好听了 他如果是张疗的话 就偷我们的牌了 这你说内奸蓄力报 蓄力好话 我偷一张 你是一个什么心情 对不对 所以说他借张疗就好评了啊 借张疗不能投我们了 当时 对不对 哎 这个地方趁着主内反 主公有反面 巨反反 对啊 那我们内奸就笑了啊 就笑 这个南蛮先暂时进行续的 包括这个过猜 都是续的不错的啊 那么 这给收他吧 哎 你反我们挺好的 因为我们已经打算去收他了啊 去收他了 那么 这要来的话 呃 张疗之间 临死之前还饿了一声啊 非常形象的一个 呃 你就乖乖呗 对不对 乖乖就行 挺好的 挺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被翻面了啊 当然有半个余神 主公即使杀我们的话 也基本上是杖八要耗的比较多 耗的比较多 一杀一决斗 然后一挤 然后桃一 桃二 过 基本上赢了啊 一会儿还有一个杀加一个挤啊 一个杀加一个挤的一会儿 你看他都打出来就必死无疑了啊 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还能挤 对不对 挤他一下 三步之内 娶他小妹 对不对 当然曹丕的小妹好像最后是嫁给刘邪了啊 嫁给刘邪了 对不对 那个曹丕的皇后 我最后曹丕被贬为三阳宫了 哎 不管啊 好的再一局咱们继续看新武将龚生渊啊 技能咱就不读了 咱复述 出牌接代 是不是 限一次 出牌接代限一次 你可以展示你的所有手牌 当然你即使只有一种颜色 你也可以给别人白看牌啊 先说的是展示所有手牌 是吧 如果有两种颜色 咱们可以把一种颜色全部弃掉 获得等量的人 最最多等量的人 各一张牌 是吧 可以获得装备 如果说我们获得的大等于两张要留失一点体力 好的 那么第一圈的话 我们尽量不要留失体力啊 除非桃子一出或者身份倾向性非常明显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黑拆先用出去 是不是 然后再杀一刀 然后就把黑牌给弃掉 是吧 我可以先出的啊 可以先出的 再把黑牌给弃掉 直接拿顺贝一张 算了 对不对 拿顺贝一张 那么第一回合 这个走位还是比较风骚的啊 你如果养成了习惯 是吧 人家技能没有限定你 当然一般该控牌是先控牌 没有问题 但是你由于你控牌是谁要弃牌 你舍不舍得都弃掉 所以他这个具体的位置啊 不一定的啊 到底是先控牌还是后控牌 跟你的手牌还有关 刚才第一回合走位是非常好的啊 走位非常好的 只拿一张牌也只弃一张牌 如果我弃三张拿一张 我还觉得我亏本呢 对不对 我还觉得我亏本 我当要替天行的 我当要替天行的梅拼音 挂闪电 送菊花刀 那么送菊花刀的话就是中了啊 就是中了 是吧 这个时候挂闪电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可以预判一下了啊 像泰子这种牌是比较值钱的啊 包括他的牌也比较值钱 菜刀比如嘛 有些时候需一张牌爆发 或者怎样怎样 那么我们的话 这个地方就大获牌吧 全搞了 不怂 拿四张牌 对不对 拿四张牌留失一点体力 我们亏吗 不亏 一点都不亏 并且我们关键的时候 没有忘记跟队友配合 灵筒啊 拿灵筒的牌 灵筒可以旋风啊 这时候直接让对面捡人 是不是 搞四张牌 搞四张牌 留失一点体力 又何妨 对不对 有些时候 郭家求杀求杀 杀了才卖两张牌呢 并且是我们主动获得啊 不是说他们随便塞我们一张废牌啊 是吧 我们主动获得 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 还能获得装备 那么这个灵筒啊 最近好像风筒比较正啊 为什么 你看龚生烟 咱们看到的跟他能配合 是吧 拿他明面上的装备 这个配合旋风 那么最近那个孙修 都在说强度不强 但是多少遇到灵筒 还是有发挥的 对不对 孙修跟灵筒也是有配合的 那么这局的话 我们继续预判 下一回合要做啥 下一回合要做啥 首先我们的敌人 最多就俩人有牌 那我们最多就拿两张牌了 不行的话 只拿一张啊 因为我们的血线 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值钱 对不对 这时候只拿一张挺好的呀 是不是 我剃一张红 只拿一张就行了 当然你要注意啊 咱们是获得他人的牌啊 所以说你不能说 帮乡筒 把兵或者乐给拿了啊 那你没有这个功能 你只能获得他人的牌 比如说乡筒头上一个兵 那个兵不是乡筒的牌 他只是在乡筒的判定区 他不属于乡筒的牌 是吧 属于武将的牌 就是现在目前来讲 基本上就是手牌和装备牌 好 我们现在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吗 有三个黑在手 一会儿我们是吧 保守估计发动技能 说不定就可以扒三个人的牌 你先预判嘛 可以扒三个人的牌的 当然前提是发动技能 你虽说可以无脑的展示你的手牌啊 但是你要想获得效果 必须得用两种颜色 五种颜色一样了 那么这个地方啊 咱们就只拿了一个人了 因为他们确实太亏本了 只拿了一个人 如果你想拿三张牌也可以 你把你的青钢剑先挂起来 先挂起来 然后就弃三张黑去拿三张牌 也是不错的啊 他这个地方的话是拿关键牌 正好一个冠师傅非常关键是肯定要拿的 他觉得其他的牌可能没有那么关键 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其他牌没有那么关键 所以说他这个是吧 就这样了 那有些时候啊 就是说关键时候的关键牌 我们能立即把它给控掉 这就可能就是我们的价值了啊 有这方面的价值 好的 拿一下嘛 拿过来以后塞马车 那么 其实没有必要直接塞给乡签啊 因为为什么没有必要直接塞给乡签啊 因为中途没有革敌人啊 你给姜维 姜维也可以给乡签的呀 你急着给乡签干啥啊 我知道乡签能玩马车玩的比较溜呀 但是不代表你将为再塞一张装备 这乡签不是更爆发了吗 对不对 或者说给乡签一张防御的牌 或者是转起来 总之是隔更多的人配合度更高呀 哎呀 这个乡签啊 他其实把马车传出来也可以消极的 他竟然传不出来 不清楚基本概念啊 马车你要怎么传 首先必须得塞牌才能传马车 并且一塞进去就要决定 立即决定是否传 你比如说你已经塞牌了 你不能说我先出一会儿牌 等一会儿再传 不行 你要么就塞牌直接传走 你要么就不传走 你要传走就必须满足 塞牌立即传 两个条件 没有牌塞的话也是传不了马车 这个乡签居然不知道马车的基本概念啊 人家说马车跟谁玩的最轻啊 一个是林统 一个是乡签 两个都是我们的队友 那这个阵马车就溜溜溜了啊 结果溜到了孙奔发动强大的技能 白内裤 那这一局孙奔为了快速的发动白内裤 也是蛮拼的啊 直接杀死忠诚 享受最强拆迁 发动白内裤 连贯性啊 连贯性 技能的连贯性 好的 那么这一局的话 上一局公孙渊发挥还是不错的啊 玩家也是玩的不错的 对不对 有些时候拿一张牌 有些时候拿三张牌 拿一张牌咱不一定立即去拿 先出一会儿牌 然后再拿 是吧 拿关键牌 都还是不错的啊 好的 再一局咱们是一个大内奸啊 咱们是一个大内奸 哎呦 主公上来挂一个刀 我不知道这个刀会不会被偷走啊 比如说和你给他挪走 或者怎样怎样 那么看到郭家没给任何人牌 就直接添一个乐 这应该是总神了 他如果是反对没逼啊 是吧 可以直接咒主公 贴主都有可能啊 那么男男的话 我们就不创新了啊 我们有帷幕 不创新了 好 主公开始放鞋了啊 开始放鞋 刻意的来卖的啊 刻意的来卖的 当然我们这个中后卫 其实还比较克张飞的啊 你比较第一轮卖的比较嗨 我们直接给他玩杀了 也有可能的 真的是这样 中他 再走 还走 我哪个区域 这个 虽说季宫比较坑内边啊 但上来就缠成这样 我们还要担心一个问题啊 那样主公的刀也被控了 担心一个问题什么呢 主中方打不赢啊 虽说我们内边有些是很想控季宫 但你别搞得主中方打不赢了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五股风灯也没有太值得耀眼的牌啊 那么 哎呀妈呀还行 这是卡了吧 行什么行 应该是卡了或者点错了 酒都喝了肯定要杀的 你说没杀 那没杀我开个五股风灯找一张杀 或者是开个无中 不可能说直接过 因为他还没骑奔 所以说啊 这肯定是手怎样怎样了啊 手怎样怎样了 那么我们没有高调的直接砍和你跳中内啊 是直接打了一下等拙 虽说等拙也是反贼啊 也是反贼 反贼脸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打他没有打他们啊 没有打他们 可能是想防 哎呦妈呀 刚刚还担心主中方直接崩掉了 这个时候季宫怎么又成这样了 有些时候我看到反主中方不行了 可能又想最大限度的帮主中方了 那就直接去控和你 而不是无关紧要的杀一下等判 结果你看打着打着打成这样了啊 打成这样了 季宫又活了 巨公巨人又活了 那咱们现在先不着急吧 咱们现在不着急 咱们正常的打 正常的打 正常的打 先看啊 等到我们出牌的时候 到底是一个什么局势 到底是一个什么局势 国家还给了我们一个遗迹啊 我们没有杀上家的人杀的等人 他以为我们是反贼啊 还给了我们一个遗迹 先谢谢他啊 所以说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牌 先谢谢他 对吧 没有问题的 谢谢他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不管怎么样就得搞反贼了啊 漂亮啊 两点伤害这个比较漂亮 那么火攻 神仙 哎呀嘛 我神仙男就都给他说好了 跟我说亮了一个红头 我没有 这个时候肯定是希望季宫死的 他活着再也没有意义了啊 他活着再也没有意义了啊 如果说第一圈他直接死 我们还为他可惜 超新主攻方打不赢 那么现在的话 技工那是真的是没有活的必要了啊 一点必要都没有 这是有寒冰剑啊 有寒冰剑 居然就这么愉快的掉了一滴血就过了 缓而耗之 我不出牌 对啊 你不需要出太多的牌 我们还没开大啊 我们还没开大 女人说大作为一个关键的杀人的技能 说不定也是用得到的啊 搞不定啊 当然这个地方 闪电你是想挂也挂不了啊 因为闪电是黑锦狼 别人能挂不雷我们没问题 但是我们想挂去雷别人就做不到了啊 因为我们是不能成为黑锦狼的目标啊 是吧 你如果挂闪电 闪电你首先你要成为目标的 你不能成为黑锦狼的目标啊 气我无毛 定要尔登血仓 轻 必斩如马仙 这个地方啊 你用了多种现代词汇 一个是那个某宝的那个青这种叫法 是吧 青必斩如马仙 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在贴吧用的比较多的五毛 是吧 七我五毛 你敢气得起 那么不管怎样啊 咱们这个地方开大看一下效果啊 不行的话也把局势简化起来 对不对 神仙难救 没死 没死就没死 咱扎死你中正也不猫拍 你别给我抱起来 或者吃一顿桃子就行了啊 等胖子比较好控了 现在的话 巡游其实也比较好控 就他有一个八卦而已 你看神A 看到这么多人残 我就想来个A 结果人家直接就神A就来了 直接神A就来了 那么神A来了以后 这个地方下一回合应该不出意外 一个过拆 转一个杀 应该能直接收董卓进贪挑了啊 因为主公的那个替身已经发动过了啊 所以说直接收他的话 又拿三张牌 跟主公单挑是可以的啊 是可以的 我们处置状态不一样 有沈嘉宜有杖八 对不对 哎呀妈 你怎么出负一马了 那我那沈嘉宜的优势就看不到了 不会是他续的来坑我们吧 那么赶紧K桃子啊 赶紧K桃子 决斗 K桃 兵过 哎呀妈 天过一个兵啊 你别这样啊 不行的话 其实这个五五风灯不一定划得来啊 你比如说五五风灯开两个杀 他有咆哮 我们拿杀有刀鱼的感觉啊 所以不一定划得来啊 不一定划得来 开出桃子就赚了啊 或者其他的好牌 那么不管怎么样啊 如果说最开始张飞又来赴一马 又有那么多杀 出了点意外的话 是吧 可能是他续的 也可能是他人品好的 就有那么多杀 出了点意外的话 怎样怎样 但是现在啊 我们就可以向世人直接宣布 我们有杖八 我们有半个鱼神匠 我们进优势了啊 半个鱼神匠直接带我们进优势的啊 这没得悬念了啊 半个鱼神匠带带帷幕啊 那可以说是比半个鱼神匠还要多一点的鱼神匠 搞得定吗 你搞得定吗 你摸牌白板 你搞得带帷幕的人王 是不是啊 那么 我要你赶紧死 谁敢留你道无尽 那也是基本上玩啊 那么公顺院比较多啊 有两局还是不错的啊 大家看一看公顺院怎么玩啊 是不是啊 搞搞破坏 拿了牌 不光是搞破坏啊 有些时候拿防具或者什么的 其实不也是加强我们吗 不光是破坏 还有加强我们自己的作用啊 那么不扯这么多 没啥好扯的 最后传言中的谢谢大家 对不对 好的 谢谢大家